確信畫面看到便利超商人滿為患 但他們全都不是顧客 而是一大群搶費 事情發生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一間加油站內的超商5號凌晨 遭80到100名強匪闖入大肆搜刮 時間長達40分鐘 估計損失高達10萬美金 約為308萬台幣 當時唯一一名店員嚇到離開現場 並報警 但卻得到這樣的回覆 經理的無奈卻寫在臉上 而警方還真的在案發9小時後 姍姍來遲 事後回應他們直到看到監視器畫面 才知道事態多嚴重 這就是一個商業 支付金額 去保持我們的城市 你願意留在那裡 繼續你的商業 還是你會移動像 Denny's 在街上 還是你會移動像 進行外 雖然警方澄清 當時附近也發生妻盜案 導致人力不足 但加州澳克蘭 近期治安的確亮起紅燈 不少連鎖餐廳業者 都宣布關閉分店 不只澳克蘭 曾經號稱 彎區最安全的桑尼維爾 6月12號多達20名搶匪 闖進珠寶店 大拉拉搶走 價值連城的珠寶 最終只有5人被捕 加州治安就怕 每況愈下 三立新聞 雙報道